剛剛有提到 全球新冠病毒的確診病例數 已經累計到了六千多萬例 政府的防疫規定 民眾也務必要遵守 高雄市衛生局公佈了數據 最近居家檢疫期間 無故違規外出的案件增多 十月和十一月就有高達了三十二件 最近有一起是一位民眾從中國入境 返臺 回到住處後 就騎車到好幾個級點來閒晃 還到夜市來買東西 外出長達了五個小時 都沒有接這個官方的電話 而衛生局也依法重罰了二十二萬 國際間COVID-19 疫情持續延燒 隨著耶誕節和農曆春節即將到來 最近入境居家檢疫人數持續增加 日前高雄市查獲一位民眾 從中國入境返臺 下午三點抵達高雄 返家後就跟朋友騎車外出 到廉池潭 西子灣 文化中心 等熱門景點閒逛 再到夜市購物 外出長達五小時 媒介里幹事官方電話違反規定 衛生局依法開罰二十二萬 並送集中檢疫所 衛生局表示這兩個月查獲違規案件 明顯增多 十月十二件 十一月升到二十件 從今年二月到現在開罰一百五十一件 才罰金額超過兩千萬元 民眾對於疫情的警覺性 有下降的這個現象 再次呼籲進入八大類場所 因佩戴口罩 勸導不聽者 可罰三千到一萬五千元 配合防疫政策 民眾千萬別鬆懈 環球馬榮浩 北高雄報導